迪士尼和海洋公園先後有機動遊戲突然停頓 先說海洋公園 他們6個機動遊戲在中午突然停電暫停了9分鐘 有人一度被困在摩天輪上並沒有受傷 海洋公園並沒有主動向外公布 由張文豪報導 突然停電的機動遊戲包括摩天巨輪、瘋狂過山車、翻天飛鷹、衝天搖擺船、飛天秋千及極速之旅 海洋公園說有乘客一度被困在摩天巨輪上面 在電力恢復正常之後 15分鐘內已經將他們送回地面沒有人受傷 其他受影響的機動遊戲當時上客沒有出現乘客半天吊的情況 但有遊客說下午2點多、3點又看到翻天飛鷹停了十多分鐘 上到上面停下來停了15分鐘至20分鐘左右 有沒有職員說為何要停啊? 有沒有說廣播說不用怕之類啊? 沒有 叫上面的人捉運 人全部在上面 沒動 就在升到最高處不動 有多久? 可能十多分鐘 海洋公園就說下午1點20分 一個港燈供電站突然停止運作 導致高峰樂園部分景點停電 到了1點半已經恢復正常 港燈就說他們的供電系統一直維持正常 停電是因為海洋公園的電力裝置故障 張文豪說六個機動遊戲一起出問題 為何海洋公園都不通報? 是的 海洋公園就說因為今次事故性質輕微 他們亦都不需要向機電柱情報事件 而且他們的指引上面都寫明 如果有乘客被困在機動遊戲 超過20分鐘才要公佈 而今次只是9分鐘 所以他們覺得是沒有需要公佈的 詳情由黃曉瑩說說 停電9分鐘有乘客被困 但海洋公園沒有主動公佈事件 原方解釋因為今次事故性質輕微 亦都不需要向機電柱情報 海洋公園主席勝志文說 停電不算大件事 9分鐘的能力失敗 在一個停車站 是從時到時發生的事件 是非常小的事件 但我們非常嚴重 去年年尾 海洋公園機動遊戲 接二連三發生事故 越礦飛車 海洋摩天塔等都曾經故障 更加試過有27人 半天吊在瘋狂過山車上面 事後海洋公園發出新的事故 通報指引 有乘客傷亡 或被困超過20分鐘 就會主動公佈 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 張文豪 晚上來玩的人 有沒有怕了機動遊戲 再出事而不敢玩呢 我們都問過一些遊客 他們都說 其實都有擔心 因為海洋公園 多次都發生這些事故 但他們都認為 其實這次都是個別事件 還有海洋公園 除了機動遊戲之外 亦都有其他戰館可以來 所以他們考慮下次都會來的 莊安儀 謝謝你張文豪 至於另一個主題公園 迪士尼樂園一個機動遊戲 在下午亦發生故障 一度暫停了十多分鐘 沒有人受傷 發生故障的 就是反斗騎兵大本營 園區內的機動遊戲 玩具兵團跳鋼傘 在下午大約5點 因為訊號系統問題 安全系統突然啟動 令設施一度暫停 當時有36人在鋼傘座椅上 幾分鐘後獲安排回到地面 迪士尼派人檢查機動遊戲後 認為不涉及任何機件問題 已經重開 並將事件通報給機電工程處 在下午後獲安排回到地面 在下午後獲安排回到地面